大家好,歡迎收看GenXYC 又是我Jade為大家說說這個Crypto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今集就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跟大家說些trading board 但今天在GenXYC的頻道會用國語版本 去迎合台灣的觀眾、新加坡的觀眾等等 如果你想聽到粵語版本 其實就可以去回Viktor的頻道可以看到我們的粵語版本 那就先去吧 好,先跟各位觀眾打個招呼 好久沒有看我們的影片對不對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跟Crypto trading有關的東西 如果你是一個Crypto小白 你可以怎樣安全或者比較低風險的去賺到錢呢? 最近有朋友就跟我說這個FreeCommerce FreeCommerce到底是什麼呢? FreeCommerce就是一個algo trading board 它是用API去幫你去做一個代管你的一個操作 然後透過它的一些algo 就是一些程序 可能一些分析什麼的 要令到你可以賺得到錢 那當然有賺就有輸 那這個FreeCommerce就是最令朋友去介紹我的 但是呢我去了FreeCommerce之外呢 就發現有個比較有趣的另外一個平台 它就是叫做True PML 那True PML到底到底它是在做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實也是做類似的東西 但是呢它做的是它有不同的一些strategy 一些不同的策略 好,那先看看 那它第一個功能就當然是 它有這個urobor trading 它這個urobor trading 簡單來說它就是用API 然後呢你可以做一個 7天24小時的一個就是管理自己的portfolio 你的資金啊 要怎樣在不同的這個exchange account 交易所的account裡面去安排啊 然後再用不同的strategy去運作 這就是它其中一個function 另外它就是它有一些叫做 它有個地方叫做 Trading Due Script Optimation 那其實正在是做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它會 只要你允許了它連結你的API 它就可以去uproof 它本身這個平台的一些strategy 一些策略去幫你做一個代交易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投資小白 想玩這個加密貨幣 很簡單很簡單 你不需要自己懂 你可以透過這種類型的一個平台 去幫你去做操作 但是最重要還是要說的就是 這並不是一些投資遙遠 或者是投資意見 只是一些個人的一些描述 個人的一些意見而已 所以就不扣成任何的投資的遙遠 所以如果你自己是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看看 然後另外就是它會有 Portfolio Checker Portfolio Checker 簡單來說它就是 一個one-stop-shop的一個平台 它可以check到 你不同exchange的一些balance 然後現在的一些時倉 然後到底要平倉 還是要怎樣的一些情況 都可以一難無為的 都能夠看得到 然後它還可以看到一些 shading history 然後根據你的一些過往的一些交易歷史 去做一個分析 去有一個策略的一個調整 好 另外你看呢 就是它其實是partner with這個binance的 所以為什麼它大部分 現在第一階段的一個shade 其實都是在binance上面去做操作 就是說你要有binance的account 才可以去用到這個平台 那另外呢 現在的用戶還不算多 暫時只有800以上的一些用戶 而且它的總流量大概是200k以上 這現在很少 但是將來的話 如果有更多人用的話 那就會更多 然後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它簡單的一些strategy 還有ETH的strategy 以太幣啊 以太幣啊 還有什麼 萊特幣啊 XLP的那些 就是各種類型的幣都有它的strategy 你就可以看情況 看它的一個mass drop 就是它最多可以跌多少 然後再看一下它的一個weekly monthly 還有三個月的一些表現 到底是怎麼樣 要去決定你到底是用哪一個strategy 哪一個策略去運用在你的資金上面 就是簡單來說我就覺得 如果你完全不懂你是一個超級新手的話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開始的一個路向 因為基本上你可以不需要自己去看太多 但是你又可以去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那當然呢 你可以有一個小的金額開始去上市 就不需要一來就可以吃很多 就是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玩了整個架面後面很久嘛 所以我自己喜歡的也是就是說 譬如我看到一個新的平台 我自己是也會有一個小的金額開始吃 然後覺得真的是舒服了 覺得它真的是有用了 然後再慢慢去累積一個大的金額 好另外那到底還有什麼重要的information 要跟大家說說呢 那其實呢 它的這些所謂的trading 就你看到這裡嘛 這個頁面裡面它有很多的一些strategy 那其實剛剛就是連接這支 币安裡面的一些perpetual contract 那當然它是有diverties在這裡 它就連接那個perpetual contract 然後另外這些就是它提到的一些strategy嘛 那到底它的strategy是就是策略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其實它是strategy 它是based on 就是根據它的平台的一些專業的一些 coin trading background有關 是專門做這個量化的一個交易的一些程序員 他們呢就再加上一些technical analysis 就是一些技術的技術分析 這些技術分析的一些指標融入進去 就創造出不同的策略嘛 那其實它的這個 它這種API button 就三大主流的一個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一個叫做signal generator signal generator簡單來說是說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說 它會根據它的一些coding 去拿一些data 然後這些data會給一些information 那就是所謂的buy或者sell的signal 去令到你這個平台的 裡面的一些strategy 到底是決定你這個用戶 那個時候那個價位到底要買還是買 另外就是waste management 因為你知道就是 這是很大風險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waste management 你可以把錢都輸光 所以它也會根據你的一個 這個account的一個戶口裡面的這個余額 就是說去計算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到底到底 我應該是去到什麼程度 我就要cut loss 去到什麼程度我要take profit 這都是它一些衡量的因素 因為waste management 基本上對投資 就算是不是你個人的一個投資 waste management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最後當然是execution execution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也要幫你去做一個執行家 當然是mean order market order 還是什麼情況的價格 我要去execute這條trade execute這條交易呢 這也是它一個就是它那個API bot 那個機器人裡面考慮的東西 那另外它現在是有一個優惠的 那什麼優惠呢 簡單來說就是說 只要你是頭一千個人 你就會有一個三個月的免費的subscription 所以說就是三個月免費 但之後就不會再有 就可能要付錢 那付錢是用什麼了 就是用到他們的 就你可以用到平常的一些代幣也可以 或者是他們的平臺幣也可以 那簡單來說吧 那其實它現在做的是走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它做的是 WRT 他基本上就是會去 去connect更多的一些 就這個階段它只做 Binance 它下個階段它可能 connect更多的行程 可能是FTX QooCon OKEX 火幣珠之類的 他們都會越來越多的去 connect 這就是基本上一些API的一些平台 會去想做的東西 然後到第二步就是它會做一個 community ETF 人來說就是根據這個社群嘛 他們本身一個這個平台的社群 去調整做一個自己的ETF指標 那第三個步驟就會去做一個 on-chain the derivatives protocol 簡單來講就是它其實它自己也 就是如果你自己可以去細看一下 它的那個一些資訊嘛 它就說它會買歸到去Pokaton 這個網絡裡面 它本身也是做 cross-chain 就是跨鏈性的一個交易平台來的 那另外就是說 那到底很多人就是想 PNL這個token 到底是有什麼作用 為什麼為什麼我要買呢 那簡單來說 就如果你要用這個platform的話 你有PNL的話呢 你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你可以拿來做支付 他們的這個commission pool 然後呢 另外就是 你去支付的時候 你當然不是說 我給USD也是給這個錢 我給這個平台幣也是這個錢 那為什麼要給這個平台幣呢 那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給平台幣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優惠 就更便宜的去可以付到款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還有的就是 你這些所用的平台幣 就會把它銷尾的 就是這個平台會把它銷尾 就基本上 它的這個代幣會越來越少 那樣某種程度 這種的方法是令到它的幣價 會有個穩定增長的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以渠呢說 可以拿來做這個支付之外 那你還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還可以拿來做一些Landing 跟Farming 就是說你Stake它的PNL Token 然後它會給你更多的物貨 而且它還會根據你這個 Staking Landing的東西呢 要去做一個Fee Reduction 簡單來說就是說 它還有別的產品的時候 你可以用個更低的價錢去付費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 它的2PNL Prime Subscription 他們呢 也有個一個專門的一個計劃嘛 那這個計劃就是最高級計劃 這個計劃你只要Subscribe的話 你就會基本上Basic 基本的一些產品 都會包含在你店 那簡單來說 為什麼要出這集 就是說 因為最近很多朋友都不太會缺的 那他們就說 哎呀我要看TA 我要怎麼怎麼怎麼 其實他們不需要想太多 就是他們可以去想去研究一下 怎麼API的包 這API的platform的包 其實就是一個審缺時間的方法 如果你完全不會 而且你怕風險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小柱的一個嘗試 然後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適合 適合的話 真的是容易的話 真的是適合你這個人去用的話 那你再去考慮 那這一集就大概是那麼多 還有再提大家一次 就是純粹是一個個人的意見 並不是投資優越 也不是投資的意見 好了 那這集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記得點 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 還有 按鈴鐺就會收到第一時間的資訊 想知道更多ICO Project 或者更多Crypto 解發生什麼事 記得follow我們的Announcement Channel 我們TG的Announcement Channel 會及時是update回來的東西 好了 那這集就這麼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